我叫张宝林 是从北京来的 我是搞了一个面素的 面素呢 过去在北京啊 也叫面人 也叫姜米人 在北京呢 可以在中国吧 都是家一户晓 我们这个面素艺术呢 可以说起源呢 是从吃 就是吃的东西开始的 开始呢就是用面 做一些造型 完了作为祭神呢 祭天祭地 祭祖先呀 作为祭祀用 慢慢的呢 形成一种这个 街头的玩具 就是小孩子玩的那种玩具 从那种玩具呢 慢慢经过几代人吧 从清朝的中期 一直到现在 几代人的研究呢 把它从一种街头的玩具 给它升华到现在的艺术 我呢现在做了近五十年了吧 是我很小的时候 就还没有这桌子高呢 完了我那个老师 就是北京的面食狼 过去讲天津的名是张 北京的面食狼嘛 我的面食狼跟我父亲 他们都是好朋友 所以说我到他们家去 我也看他去做 完了我父亲呢 有时说 礼拜天休息 到我家来 给我做几个面食 我有好多朋友喜欢 送他们 做一种礼品嘛 送他们 所以我那老师呢 有时到我家去 在我家也捏 我就这么看 看着看着 老师说 我就聚精会神的那么看嘛 完了我那老师说 你喜欢面食狼啊 我说喜欢 我说给你块面玩去吧 就拿一块面 我就效法他这么做 这个历史呢 已经很长了 在中国呢 有这个 这个出土文物的记载呢 从汉代就有 汉代古墓里出土的 一些这个面涌 还有唐代新疆 唐代古墓出土的 一些隋藏品 证明都是面的雕塑 从文字记载呢 在宋代就有几本书 其中有一本 东京梦华路 里面就记载着 这个民间 在寒食节就是清明节 用这个面塑造什么什么 人物啊 花鸟啊 鱼虫啊 作为祭祀啊 祭典什么用 完了我就自己做面 完了自己做一套工具 完了我就效仿他这么做 慢慢地水到其中 我就做得很好了 这个呢 以前的这个面塑 不可以保存 时间长了呢 要不就发霉了 要不就裂了 所以我们经过 三代人的研究 到我们这一代呢 里面加上一些蜂蜜啊 加一些中草药啊 加一些防腐剂啊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面塑 这个作品呢 他的生命更延长了 所以现在你太远了 我们不敢说 末代皇帝 小时候玩的这个面塑 到现在顾宫了 还要保存 在这个造型方面呢 经过最近几年的研究呢 和这个透视学啊 色彩学啊 是吧 人体结构啊 比例啊 什么这些西方的这些美术 还有这个雕塑的这个 这个相结合 所以我们做的非常规范了 是一种很值得收藏的艺术品 在我70年代 80年代那时候 可以讲全国 没有多少人做 所以这个面临失传 经过这个90年代 到现在吧 有一些人做 但是做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呢 这个项目呢 也纳入到 现在中国叫 非物质化遗产的保护 也纳入到 这个保护项目里面 所以我们 作为我们来讲呢 有这个继承 和传承的这个义务 所以我们 现在要从小孩抓起 比如说我们在 北京的几所小学 还有北京的国际小学 包括里面有外国小孩子 我们去教他们 从小教他们去做 做呢 完了了解 基本的了解这些 面术的这些概况 完了有一些特别喜欢呢 他喜欢身造 越做越好 我们把它说为徒弟 完了再进一步的教他们 我们下期见